季敦一幕的蔡詩涵 疫情期间因为工作不稳定 想增加业外收入 在脸书找兼职 却没想到碰上诈骗集团 其实我对群女货币并不了解 那其实最早的时候 是在FB找打工 然后他打工的话 他是说就是 你在家工作 然后不用花很多时间 他就是会有个老师出来跟你说 选什么比泰币 以特币 然后预备 然后就涨跌 那你就是按涨 然后按跌 按涨按跌 然后每一单会给你90块 对 那后来呢 开始有推出一个教程 然后呢我就说嘛 先假装提供打工机会 带着学员操作获利 接着再推出蔡詩涵 口中所谓的教程 学员缴交160万之后 不但保本 还能拿到获利报酬 那他们都会po这种就是 我是个单亲妈妈 然后怎么样 然后我参加这个课程 谢谢老师给我机会 然后会告诉你有提引你的记录 那你就会相信嘛 看完赖群组 其他学员的分享 蔡詩涵不宜有他 将存十多年的积蓄 全砸进去 假平台让账面看来稳赚不赔 自称执行长的人 还要他在群组分享心得 而且执行长还会叫你截图之后 告诉你这是你的获利 所以你要缴技术费20% 没想到缴完技术费后 却被封锁退群 被骗走一百多万 他才发现这个假平台 从头到尾都没有真的 靠虚拟币获利 你会觉得整个套路都很像是 就是剧本一样写得超级完美 你都不会有什么破绽 经新闻调查发现 除了这类型的加群组 假带投资真诈骗 还有不少诈骗集团 也跟上这波加密货币的趋势 以假乱真行使诈述 诈骗的方式推陈出新 还不止这一桩 斗大标题写着 韩国瑜的最新投资 让专家们感到敬畏 像这样利用名人代言的假网站 透过脸书下广告 诈骗简讯或赖群组 散播到民众手中 吸引民众注册投资虚拟货币 而其中的拉蒂毯式诈骗 更是莆田盖地朝玩家而来 那时候最多人是做项目 项目就把你带到某一个场地 跟你讲虚拟货币有多么好 可是他们会以比特币为 一开始优先让你带出认识 然后最主要是推他们 推他们的货币 那最早之前就是这样 直销形式叫做资金盘 它会用各种方式各种理由 你就会觉得说 你的账面上的钱越看越多 你会想说拿出来又没有利息 放在里面会有利息 于是你钱放到很多在里面之后 到有一天突然出事了 或是新闻报道了 你钱要提出来已经提不出来了 进入币圈多年的讲师 吴佑忠口中说的 就是所谓的拉地毯式诈骗 像老鼠会一样邀人加入后 还会有奖金分润 诈骗方只为了吸到大把资金 正当我们访问到一半 吴佑忠脸书就跳出 不明女子传来的讯息 他再回复我就知道 应该是诈骗了 他说你是有投资哪种货币吧 我问他说你的话率多少 他说他刚做了两个月 他没有回答我正面回答我 我就问他怎么买 故意装傻吗 一场诈骗集团的钓鱼现场 在我们眼前现正上演 吴佑忠告诉我们 脸书一堆假账号 利用美女图像 聊虚拟货币投资 就为了引你上钩 然后可以看一下 大部分会来自于香港 代表说他会华语 然后他们会有一些美美的照片 吃饭 显示他们很有钱 他就会把要注册什么东西 他的城市跟你讲 然后你就把钱打进去 大概钱就变他们的了 这样被骗的人还不少 玩家黄君为惊人介绍 加入的以太妇 也是其中一款诈骗项目 基本上我觉得 就是刚开始接触的时候 就什么都不懂 然后当然会被他们的 所开出来的一个梦想 所吸引住 所以它里面就 就分配了很多种 不同形式的奖金 像我刚才讲的这个VEP 就是他们去做一些转换的 听完之后觉得好像 这个梦想 蛮容易实现的 然后就会想到说 对 放了一笔钱进去之后 可能固定的时间到了之后 我就财富自由了 对 我就可以去过快乐的生活了 可能放进去有一年吧 黄君为试试水温 投入一些钱 发现账户内的利息 确实有逐日增加 也能够领出来 高投资报酬率下 就在加码新台币十万元 直到两年后 黄君为想换回法币 也就是可以实体支付的 新台币或美元 钱却开始领不出来 询问客服 也迟迟没人回应后 财经绝被骗 就是说我给你很多 但是最后就变成说 你也停不出来 我们就只能 就是任人宰割 就这样子而已 对啊 唯一庆幸的是黄君为 只拿了闲钱下去投资 损失还不至于影响生活 但就连交易所 都有人在拉地毯 一搜寻关键字 Idex 骗局 韭菜的字眼浮现 但2017年成立的Idex平台 还曾是全球前20大加密货币的交易所 在创办人卷款潜逃前 当时的玩家根本很难辨别 其中有诈 导致涉案金额高达200亿美元 受害人只是存放在交易所的钱 一夜蒸发 求藏无门 艺人卡古就是其中之一 很多人被骗 台湾人好多 我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那时候群里大概三百多个人 卡古把当时买房的基金拨了大半进去 还拉了自己爸爸一起投资 合计损失总计一百五十万元 一百多万很多钱啊 然后就很辛苦啊 因为我有买一个预售物嘛 现在就是在大厅啊对 就是所以就很辛苦啊 就还要去借钱啊什么的 那时候就觉得很缥缈啊 就是在大陆蒙古 你就怎么抓 那就是你台湾警方 你要怎么去那种经济犯 而且其实又是虚拟币这种东西 你真的汇钱真的干嘛 你也没有任何证明啊 加入的自救群组 至今仍留在手机 但卡古没拿回任何一毛的赔偿 只能摸摸鼻子 更卖命的赚钱 对这几年真的都是 比较务实的在面对自己 能够赚的钱 就是一直很辛苦的去 好好去想说要怎么去赚 对因为我以前真的是 也不会刻意去说要通告 或是说去社交啊 对但现在就比较会 根据美国区块链分析业者 公布的加密货币犯罪报告显示 2020年犯罪集团 接受非法交易的加密钱包 净账78亿美元 到了2021年 增加到140亿美元 涨幅高达79% 创下历史记录 其中将近80亿美元 都有诈骗所得 交易所倒闭案件层出不穷 2021年7月 金管会才终于出手 纳管虚拟通货 要求业者完成洗钱防治法 尊声明 民众选择合法合规的交易所 可以降低交易风险 那我们第一关要做的就叫KYC 认识我们的客户 包含认识我们客户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资金 他想要来操作 我们会做第一关的把关 当然金管会要求我们落实这个部分以后呢 但是整体的一些产业的一些互动 包含我们有没有一些自律规范啊 我们一些资安的要求啊 包含我们一些营运上的风险啊 其实都是完全没有管控的 金管会大家认为好像是主管机关 可是实际上他们也都一直强调 他在洗钱防治的范围部分 才算是主管机关 即便有了洗钱防治 但长期研究虚拟必犯罪的 台大助理教授杨岳平 认为虚拟通货的主管机关不明确 让遭到诈骗的受害人 几乎求助无门 我们台湾现在的立场就会变成是 我们很明确的不觉得 虚拟通货是一个需要有 特定的主管机关的产业 它就像iPhone手机不需要 特别的主管机关 求人卡交易不需要 特别的主管机关一样 所以一切就是 回到一般的民事救济途径去走 那这个面临的风险 其实确实就是说 因为毕竟虚拟通货的交易 一旦规模化起来了以后 它会有相对大量的 这种维权事件出现 那我们既有的消费者保护法 够不够因应 够不够让大家能够有效的去救济 这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虚拟币就像一把双刀刃 有人赚多也有人赔更多 在政府推出相应的法条前 玩家只能自己判断风险 慎慎投资 碧海茫茫 想财富自由之前 你我都应该当心 别被高报酬率蒙蔽双眼 成为下一头待宰的羔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